但是,接下来,张强在这里处理的非常的过断 他直接就把这个中兵给放弃了 马六近七,这一招我们也可以称为非常的具有大局观 进马,让黑方先手打兵 对,这个一般觉得是不肯,一打僵我还得硬僵 这好像是后手,实际上则不然 就是你不走这个,黑方一打呀,此理就简化了 你一再上赢呢,就非常困难 对,如果要是被黑方打掉马以后 你一猜他正好马骑进武 那种骑红防再向取胜,简直是难非常困难 所以说,拿这个三足作为补偿,把中兵弃掉 然后顺势一飞向,把对方的马顶住 这儿黑方就是说的,这个狙马,狙双马都不如灵魂 这个马战时也没耗叫 这个马给顶死了,那个狙还出不来 所以说黑方这种公式呢,只是图具形式 甚至说不能成为一种公式,它是一种假象 那么你这个位置可以说恰到好处 都把它卡住了,黑方狙九平七 那这个狙呢,他准备把这个狙开出来 那我当时如果要直接走狙二推二,黑方有个马七退六 还可以给你做一下纠缠 对,撞上马七进六,退马赛狙 赛狙又杀象,这样呢,虹毛还有麻烦 索性我不理黑方 马七进六,这双棋非常紧松 这个马呢,给黑方呢,塞到这个象眼 这个有灯向啊,过炮,达四马 达四马,这个手段就都来了 黑方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他可能最顽强的就是走马三进二 但是通过这个,他马三进二的话,拒二推二一桌 你可能直接拒二推二 他如果蹬的话,这一桌呀,他就麻烦了 他可能要丢子 他无论登兵还是马二进四,你这样一桌 他如果这么看住 那么虹方现在呢,马六退八 啊,黑方子弟都牵着住了 这个马呀,就可以去运作去了 这个运子,这马一运,将来马八退六是一脚 马八进九是一脚 如果你知识呢,马八进七又是一脚 就这马一运啊,黑方就太难受了 甚至就无法应对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马炮位置非常好 正好控制他降门,他见证就是杀棋 是啊,所以说,这一段呢,虹方的运子,是卓有成效的 这一塞象眼以后呢,黑方这个棋呢,可以说就是,已经是出于败事了 对,黑方炮武推一 但时间比较紧的话呢,他又走了炮武推一,就加速了这个败局 那虹方,居二退二,居二退二 这又是一个好奇 就是说,本来也可以平豹,打马,得子,也可以马四进 但是虹方之所以都没走呢,就是着眼于全局 把黑方的控制住了,以后这个棋啊,黑方都跑不了 再慢慢的这个,就是说的进取 因为你要先登向黑方,还有马七吹六 他老有这样的,对,他老有这种跟你做这个纠缠 因为有些棋啊,占优的情况下,你只要是呢,能控制住局势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而你要是急于去这个攻击的话 往往呢,引起对方的那个,跟你和你对抗的这种心理 正所谓这个穷扣没追,他还是有这个反击能力的 就是说的,不能过于用强 这一对军呢,这退军以后,最关键的是,直接控制住对方这个三路马 不给他反击的机会 下部再猜向就非常的严厉 那黑方现在也没得走了,他时间也特别紧 这条棋,他自己就把中砲撤开了 他如果不撤的话,你绝二平五 对,一桌,带一杀相,反正 怎么都是红方的天下了,这个棋 他一平泡,那红方马斯进入 那牵手灯呢,当然是很好的 这个棋,红方的取胜应该说,几乎是顺理成章 没有什么难度了,对 那黑方现在呢,必须要先退马 否则红方这马五进三者,还有杀棋 因为借助率力了,黑方先退马 对,不退马就直接就一 对,如果炮撤退二的话,马五进三就给他僵 吃掉了,他进击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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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方怎么应付呢,都得丢